大清宰相刘罗锅去买米 结果跟卖米的官员发生争执 对方差点把刘罗锅给打成残疾 你可口明良 你这叫知法犯法 你知道不知道 气你 你这怎么了 大胆刁民 你是何人 我是何人 我告诉你 你记住了 我叫金毛刀 金毛刀啊 金口刀 不得不说 清朝的官员胆子真大 居然敢当街暴打 当朝宰相 恐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 他还稀里糊涂地 把刘罗锅送上了公堂 县令跟卖米官员是一伙的 两个人狼狈为奸 要让刘罗锅吃不了兜着走 准备好好的教训一下刘罗锅 可偏偏刘罗锅也是个硬骨头 他认为自己并没有犯法 所以自己不下跪不认罪 直接堂而皇之地坐在了地面上 这一幕把县令给看乐了 来人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今天就给他科普一下官场的规矩 你私摔官斗 善闹米市 还在本官面前抢词夺理 大人 这官斗是十升斗 你用的是七升斗 这斗还不该砸吗 官家民是三百千亿斗 你卖四百千亿斗 每斗净赚一百钱 像你这种损民肥己的行为 算不算是犯法呀 刘罗锅的胆子推大了 居然直接接了县令的短 这不是相当于在老虎身上拔毛吗 县令生气的直接把他打入大牢 拖到大街上代价示众以警校友 杀鸡敬猴 杀以警百 刘罗锅临走的时候 用手势告诉县令 你一定会后悔的 刘罗锅为什么亲自去买米 还跟官员们发生了冲突呢 主要是刘罗锅的老婆生了儿子 为了给老婆好好补补身子 就派管家去买米 原本三百钱一斗的大米 被当地官员硬生生 卖到四百块钱一斗 管家手里只有三百块钱 垂头丧气地回到家 告诉了刘罗锅所见所的 刘罗锅一听 肺都要气炸了 朗朗乾坤 光天化日之下 当地官员和强盗土匪有什么两样 于是他决定以身犯法 亲自和这些违法的官员叫叫劲 看看谁能笑到最后 于是他到大街上买米 刘罗锅拿出了三百钱 卖米的官员告诉他钱不够 让他回家继续拿钱去 刘罗锅说 当街告示上都写着三百钱一斗 你们居然敢在这里乱收费 真是吃了豹子胆 火腻歪了 于是他气愤地问道 说着就让刘罗锅赶快滚蛋 刘罗锅看着官员太豪横 自己这小身板不是他的对手 本着强龙不压地投舌的原则 他选择去撑米的地方看看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这个装你的斗也太小了吧 这实在是有点太过迷你 他想和官员理论 人家直接让他滚蛋 这个时候 刘罗锅的暴脾气也上来了 直接生气地问道 这官斗是十生一斗 你这斗可只是个七生斗啊 嗨我是你谁啊 你管他几生 嗨嗨你管我是谁呢 紧接着两人就爆发了口角 然后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大清宰相刘罗锅 锒铛入狱 清朝的制度都乱成这样了 乾隆皇帝不仅不闻不问 还每天忙着花天酒地 每天的生活都是歌舞生平 大臣们跟着他过得怡然自得 每天吃香的喝辣的 小日子过得那叫一个舒爽 以前的乾隆 虽不说日理万机 至少本职的工作能做好 可现在把朝政都荒废了 就连他自己也被蒙蔽了双眼 大臣 怎么数十日不见有人揍了 回皇上 没有本揍证明天下无事 天下若有事 自然就有本揍了 原来的乾隆 只把这种奉承话当屁话 可现在的乾隆 已经飘飘然了 毕竟听了一年多的屁话 国家一点事情都没出 他心安理得相信和珅的话 他认为大清帝国肯定是风调雨顺 五谷风登 国泰弥安 自己这个皇帝歌舞升平也是应该的 大臣们也忍不住纷纷拍马屁 夸赞乾隆皇帝无为而至 咱们的小家庭 每天都有处理不完的事情 更何况是拥有一个四亿人口的大国家 偏偏这个时候出现了紧急状况 陕甘总督勒尔进特使求见 此时的乾隆皇帝正在兴头上 就让他在殿外后止 特使急急忙忙硬闯上金鸾殿 慌忙汇报前线的军情 还早干什么去了 人家在一个月之内上了几十封奏折 可这些奏折就像石沉大海一样 根本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现在情况已经十万火急 所以才抽出了特使钱来汇报 陕甘总督面对紧急军情的时候 一刻都不敢耽搁 为什么一误了军机呢 究竟是哪个地方出现了差错 此时的乾隆已经明白了 肯定是有人刻意隐瞒了 于是他大发雷霆 都给我停下 你再说一遍 都报到哪儿去了 兵部军机处都报过了 和珅 奴才在 山干总督的奏折 你看到了吗 回皇上 奴才似乎是 好像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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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哪儿呢 还不快给我找来 这 乾隆皇帝越想越生气 自己的大清帝国 都要被这帮人给败光了 他开始挨个询问 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能顺利解决当前的困境 别看大家伙 平时拍马屁 一个比一个的功力深 一个比一个的口才好 真到了关键时刻 一个比一个不顶用 所有人都在打马虎眼 江山设计有难的时候 正好是用得着他们的时候 此时的他们 全部都变成了哑巴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 派着胸仆说自己能解决此军情 他推你 你推我 我推他 大家伙就像踢皮球一样 谁也不想沾上这块烫手山芋 大家伙都说 这件事情应该兵部拿个主意 带兵打仗 他们有经验 乾隆皇帝看着他们 全是一丘之和 越想越生气 把他们养得肥肥胖胖 整天就像猪一样混日子 就这种情况下 还有人出搜主意呢 臣以为应该先守而后攻 哦 守什么呀 攻什么呀 先守住兰州城 然后再攻打叛匪 哦 可兰州城现在已经守不住了呀 其他人也开始胡说八道 如果你建议先守 那我就建议先攻 也有的人说不守不攻 有的也说守和攻同时进行 丝毫分不清眼下的局势 这一幕把乾隆都给气笑了 全都是一些胡说八道的屁话 看着自己的爱卿大臣们 一个个长得人母狗样 关键时刻全部变成了废物 自己要他们有什么用 此时的乾隆皇帝叫天天不应 叫弟弟不灵 这才真是应了老祖宗的话 欲哭无泪 在关键时刻 和珅急急忙忙来汇报 皇上 皇上找到了 找到了皇上 什么 找到那个 闪天总督乐而起的高级奏折 都在找到了 现在找到奏折还有什么用 有什么用 奏折足足耽误了一个月 现在找到用处不大了 早知现在当初干什么去了 乾隆看着自己的宠臣 气不打一出来 乾隆生气的 让人把和珅乱棍打出去 和珅哪里受过这样的委屈 也没见过乾隆发如此大的火 和珅不管三七二十一 先保住自己的苟命要解 实施了风骚的走位做法 躲开了大部分的棍子 哪怕把和珅打得屁滚尿流 也不能解乾隆的气啊 现在兰州危矣 大清江山危矣 可是天无绝人之路 偏偏这个时候传来了好消息 至少能让乾隆皇帝从气头上冷静下来 前隆皇帝这个时候猛了 自己这一年什么也没干呀 天天吃喝玩乐 歌舞升平 哪还处理过什么朝政呀 为什么安徽送来了万民表 持着怀疑的态度 乾隆皇帝接见了安徽巡抚 安徽巡抚刚准备大肆宣扬乾隆功绩 乾隆直接打断了他 问他为什么要进献万民表 安徽巡抚感恩戴德说道 您赐我江淮两岸百姓十万弹米面 十万匹布博 十万两黄金 就我万物生灵于水火之中 陈受江淮官员百姓之托 特进京面谢皇上 乾隆皇帝听完以后表示很吃惊 这些事情自己什么时候做过 自己根本不知道这些事情啊 如果自己最近做过的话 底下的官员早就派马屁歌颂了 可见满朝的文武官员对此并不知情 乾隆皇帝问究竟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究竟是何人去做的这件事情 安徽巡抚急忙解释 您真是日理万计 恩匹四海而不以为公啊 进吧 拯救江淮百姓水火之中都给忘了 这件事还是您托刘庸刘大人亲自送来的呀 是刘庸 是刘庸 这个名字也太亲切了吧 自己已经一年没见到他了 现在的刘庸在哪里呢 在浙江当小小的城门官呢 家里穷的接不开锅 为了买米和当地官员发生争执 现在郑游街示众呢 其实拯救安徽民众于水深火热之中 正是刘罗锅当初那二十箱子黄金的功劳 现在乾隆深刻体会到刘罗锅的重要性 急急忙忙叫人把刘罗锅请进京城 自己要重新封他为宰相 还要加封他为太子太保 好好地重用他 解决这次边境的军情 宋神荣一请神难 刘罗锅会接受乾隆皇帝的好意吗 两个人还能重归于好吗 遇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揭晓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您的支持就是我创作的动力 喜欢别忘了点赞 收藏分享加关注 感谢大家的收看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咯